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好 我是企业储存的Kevin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2015年的时候 QNAP发表了第一款的ES双控系列的一个储存系统 那搭载了那个QES这样的系统 其实各位可以知道说 其实我们QNAP在企业储存里面 其实对IT的这个领域做了很深度的研究 那其实在这一两年 这两三年来呢 其实我们做的研究我们发现说 其实企业的IT它对储存设备的一个要求 其实就是所谓的服务部中断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说在双控这样的系列推出了之后 我们得到一个很广大的回响 其实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IT 它其实在追求稳定的一个状态之余 它其实它跟我们反映说 其实越来越多的一个系统工程师 越来越多的IT人员 它其实它会追求所谓的高效能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今年我们2018年的ComputeX 我们QNAP就展示了我们所谓的QNAP Offerage的Solution 那各位可以看到说我们其实搭配了这款TES3085U 搭配我们所谓的企业级的储存系统QES2.1之后 我们即将推出的是一个全快闪的一个储存系统 那这样的系统它到底追求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各位可以知道说 以往的NAS其实它都是搭配所谓的传统的硬碟 那对于高效能的一个应用来讲的话 其实越来越多的人 它在追求高效能的时候会选择SSD 那其实各位可以想到说 其实SSD搭配的一个储存系统的使用呢 其实它需要对SSD的特性做很多细部的了解 跟细部的一个调整 所以其实我们在QES2.1 这样的一个Offerage这样的平台里面呢 其实我们对SSD的一个效能的一个加速跟强化呢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说 这里有一个资料去重复的一个功能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所谓的资料压缩的一个功能 甚至所谓的资料的compaction的功能呢 其实都是所谓的SSD特性的一个解放 一个释放 所以其实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大幅的增加我们企业储存 在效能这一方面的一个强化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一次2018年的demo里面 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在一个3085的一个平台里面呢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一个50万的Iops 这样的一个效能 这就是一个我们对一个企业储存的 一个效能的一个追求的表现 那我相信各位在未来的不久就可以发现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市场上看到我们 TUNEM第一款All Fresh solution的一个产出 这样的谢谢各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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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